然后今天我们来看台洗衣机 也是上车回修的 因为客户所拿好几天我都忘记了 然后今天过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情况的 我们看一下 然后就是这台西门纸的 然后现在是不同电 然后这个洗衣机 它的按键板是在上面的 然后它的 它的电源板是在这个地方的 然后现在不同电的话 有可能就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 然后这个洗衣机 它是一个变频的洗衣机 它这个就是一个变频板来的 然后上面接到上面去 只是一个按键板 有不同电的话 就是这个电源板的不同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电板拆回去 然后今天上门的话 然后客户还给一个红包 有钱的人家 他自己做生意的话 他很灵活的 然后新年的话呢 他们都是开工红包 他还是发的 他不管多少 感觉给个红包的话 还是觉得顺顺利利的吧 好了 那这我们现在就拆回去吧 拆回去了 修好了 然后再拿过来装给他 这个220 这里是220伏进来吗 220伏进来 他没有电到这个整流桥这边来 就是这个整流桥 这个整流桥的前边两脚 应该有220伏的 但是他没有 没有的话呢 我就往前找找找找找 找到这个大电杆下面 有一颗线流电阻 这颗线流电阻 它就烧掉了 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点 烧掉了 烧掉了 那我就 我就用这个 连一下 然后 然后这两颗角 这两个角 它就是一个线流电阻的角 但它在这个电杆下面 我很难拆 然后我就 我就不把它拆出来了 我就拿着一根导线给它连了 连到这一边 这一边来 然后这里还是一个线流电阻 大家看有没有 这颗也是一颗线流电阻来的 它组织很小 但是它功力很大 撒一颗也没所谓了 因为有什么 有什么后面有什么大电流短路的话 它这颗线流电阻 它也会 它也会 断 熔断掉的 所以 那一根我就用导线 连起来了 因为把这个 这个电杆拆出来 太难了 然后现在通电看一下 现在通电 今天 计电器已经 吸盒了 然后我们测量一下 电压 电压 有电压了 有无浮电压 大家有没有看到 电压也有了 这个板子 它就是一颗线流电阻 有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 那颗电阻熔断了 后面 后面这些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 哇塞 这个红包有点大 这是我上门维修 上门维修那么久 得到一个最大的红包了 哇塞 这个客户太大方了 不过他们家确实有钱 那么 那么